第一女子吃冰吃到一半突然從包包裡掏出衛生紙捏了東西放進碗裡面還用湯匙壓一壓接著就端著整碗冰去焊店員理論 因為我們會想我們是不是店裡有蔬汁然後冰品如果爆下來的話這中間是不間斷的爆所以根本不會有蟲進入 如果就算假設萬一有蟲進入的話那這蟲不會是完整的 事發就在二十號下午三點多新北市板橋這間冰品店主打各式水果口味的雪花冰老闆出面控訴當時客人點了一碗一百五十元的花生雪花冰自己放蟲之後再大聲喊說裡面有蟲好噁心老闆說要退錢還是再換一碗冰小姐二話不說就要求店家退錢 老闆只希望當事人能真心誠意道歉 如果因為貪小便宜吃上刑責實在得不償食 華視新聞 黃美生梁洪志 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